回到金善脫落 配上今集之後 下集追會是一邊玩一邊錄 而今次的劇情就是講到我們剛來到黃金市 之後門口就碰到小淳 小淳說完一大輪之後 他就說這幾天博士就走了出來 說要阻止什麼人 然後也有人在找他 情況是怎樣就暫時不清楚 入到PC回血之後 發現也有一個劇情 就是這個小輝的劇情 這個小輝就說 進了酒店入住 然後發現裡面竟然是一個女生 應該都是一些仙人跳 是不是叫仙人跳的劇情 總之就是坤他的劇情 被這個警察抓走了 一些典型真實現實會發生的事情 之後就去到這個行人的通道 發現有個人頂住 當我們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 黃金市門口有一班人一直在欺負他們 要我去到欺負他 OK 我們就做一個出頭的人 發現有三個人 其中一個人 當我跟他對話的時候 就觸發了戰鬥 這個對戰就是雙彈的對戰 對手就是20L的水平 其實對於我這個負敵30L來講 應該是難度不大 不過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對手用石化弓石化了我們的幻象光線 所以變成很麻煩的 負敵就要換走 換上其他精靈去打 換走負敵之後 對手的游擊力 再次使用石化弓石化弓我們的可可多拉 對啦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最後都成功贏到的 不算太難打 因為在等級壓制底下 以及對手的精靈其實都不算特別強 所以就很輕易打贏了 還有一場就是單打的對戰 單打對戰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比較弱勢對面的精靈 打完對戰之後就回到秘密通道 然後這個人就離開了 後來就撞到這個琴音 他就說這個地下通道的一些消息 但是這個劇情基本上在官方版都見過 不特別多個 來到地下通道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些火箭兵團的人 比較麻煩一點點 當然逐個逐個打是最好的 對手第一隻是河馬 都比較麻煩一點點 對手是一些比較內疚度高 你看到第二隻就是這個護城龍 但是用愛心魚的水系就輕鬆擊破 之後就到第二個 第二隻既然是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 的話如果配合沙河馬的沙天氣 你可以想像到是挺難把的 話口未完我們的副敵一發的岩斌 就收就了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我們也成功贏到的 就是用了這個沿路沙的反擊 打敗了他 對面派出了這個滾動岩 基本上就很容易打 再加上海盜獸也是怕草屬性的技能 回去回軟血之後 再挑戰下一個火箭兵團的成員 也是單打單的對戰 基本上沒什麼難度 只需要用這個幻象光線 輕鬆清走所有精靈 不過麻煩一點點就是 他的大粒孤竟然有這個一血筋 負敵就死掉了 然後換上月桂葉 又被他睡眠到 比較麻煩 但是我們派上袁禄沙的猛特性 沙魚皮就反傷殺了他 不用太多說了 還是回去回軟血再回來打 看到第一隻是煤炭龜 用愛心魚換了這個天氣 但是對手竟然有這個放程 但是不要緊 既然是這樣 我們再換一次 換了這個愛心魚就有再上場 再改落雨的天氣 成功打贏了三隻火屬性的精靈 而第二個訓練家 第一隻已經是青銅中 很麻煩 然後放上這個欺變空間 其實對我有理的 因為對手的第二隻精靈是奇異花 速度都比較快 我們懸肉沙的速度其實是偏低的 然後當欺編空間完了之後 就派上這個富敵上場收頭 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劇情 就是看到上次樹林撞多了兩個人 看到一個劇情就是 這個人好像是想出一些價格 去收購某些東西 老闆就說 這個影相館 阿耶 商傳下來 就不會再賣出的 竹蘭見到 見坐不對勁 就說 你說的阿耶阿耶阿耶 難道是三個時代的人嗎 大哥 這麼多個阿耶嗎 而老闆就表示 根本就不會賣出這個店 叫他們走 剩下的NPC 都是正常版 官方版 會撞到的劇情 之後來到廣播塔 廣播塔的人就表示 叫我們去地下倉庫看看 我們就去到地下倉庫看看 發生什麼情況 果然來到地下倉庫之後 看到火箭兵團被三個人包圍 看看是什麼劇情 這個劇情就是說 他已經說了所有的事情 他只是一個最低級的員工 說了所有事情 至於那個事情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 總之就是看到一些NPC 不斷對著火箭兵團的人 拳打腳踢 最後就說 將他救醒了之後再審判 看來這個劇情有機會就是 上次在外受動餘的劇情 當我們入到廣播塔之後 要找的第一件 當然就是這個館主的劇情 在官方版的裡面 都是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觸發劇情 第一條問題就是 問館主最喜歡喝的是牛奶 首先答是士 第二個就開始有些奇怪了 就是他最喜歡的歌 是不是周健倫的歌 哇大哥 鬼知道什麼 總之這些問題 應該都是隨機回答的 OK 回答了否之後 又回答錯了 我又重新來過了 第三題就是 既然說到他的底褲是不是藍色 哇 這些題目真的是 答否竟然答對了 來到第四題 就說他洗澡 是不是不喜歡關門 都是不知道答什麼的問題 好 答了否之後 就是錯了 答案是正確的 最後一題就是 這個館主的大奶罐 是從小讓到大 當我答士的時候 他就說答錯了很遺憾 就是說這條題目 最後是答否才對的 最後獲得了小西房間的鎖匙 基本上就是 奇奇怪怪的 劇情 之後我就入了道館 畢竟打這個道館 才是我們訓練家必須要做的事情 什麼劇情都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總之戰鬥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訓練家派出的就是肥波球 肥波球其實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他的血量比較高 而且富敵也不幸地受到泰山壓頂 麻痺了 第二隻大舌頭 也是有泰山壓頂 令到我的精靈又麻痺了 第三隻精靈就是土龍弟弟 這個土龍弟弟又有泰山壓頂 而且傷害都十分之高 你看到基本上我的精靈 一隻一隻倒下 實在太難打了這個道館 果然這個道館是新手地獄 想不到是訓練家都是地獄的 我決定不打住了 去到這個隧道口 發現這個小茂 他向周圍的人問了一些情報 就說看到一個少女曾經帶了一個水軍到處走 有個NPC就說看到這個女生曾經向上走 所以這個小茂就追上去了 這個NPC擁有三隻伊貝的訓練家 第一隻的女伊貝成功把我們的富敵麻痺完之後 就出火衣貝 火衣貝基本上都還可以 之後第三隻水衣貝才瘋 水衣貝是厲害的 完全打不贏 我們的精靈是沒有什麼抗性 除了這個月桂葉 但是我們的月桂葉 雖然雖然傷害不夠高 還有對手有熱水的技能 所以當我們燒損的時候 就沒有任何傷害了 好了 這個金蟬脫殼的配音版 說這麼快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想看更多這一種的演繹方式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可能會再考慮做更多這一種的方式 去演繹每一種不同的Pokemon 的影片 OK 如果不是的話 就用一邊玩一邊錄的方式 OK